如何 龙胎强健有力 一切稳妥 那就好了 索性如何 快领本了 男胎女胎啊 她这一胎像是女儿 本宫呢 皇上 会心想事成的 其实男胎女胎 本宫倒不在乎 如若真的是个阿哥 本宫还真得要仔细些 为何 本宫不想让皇上高兴得太早 更不想让旁人不高兴得太早 旁人若是想揣测娘娘腹中是男是女 只能看你的饮食 酸儿腊女 民间传闻有一定道理 蓉佩 四川总督是不是建了一个厨子 是 刚来的 就让他伺候吧 每日啊都上些鲜香呱辣的菜 明白 明白 呛死了 呛死了 咱咱 咱咱 娘娘 四川总督见的厨子就这么好吃啊 里里外外都是辣的 我觉得挺好吃的啊 我倒不觉得辣 娘 你吃点不辣的 娘娘 启祥宫来人了 船 是 奴婢立心请皇后娘娘安 起来吧 这个时候 家贵妃怎么打发你来了 奴婢会做酸杏干 我们主最爱吃了 主惦记着皇后娘娘也怀有身孕 特意让奴婢送了一些过来 皇后娘娘现在最不喜欢吃的就是酸的 我们主说有孕了嘴里发苦 吃点酸的才有滋味呢 皇后娘娘尝一些吧 娘娘爱吃酸的就好了 谢家国妃好意 先收下吧 是 那奴婢先告退了 是 您这已经试过了 您美药再尝一点 过半个时辰无碍 再请皇后娘娘用 是 荣佩 你做什么呢 娘娘 夫人安 这些东西 是娘娘生产时要用的 奴婢不放心 想再查查 你不是查过两遍了吗 怎么还查 她看得不仔细 在哪里疏忽了 你的心真够细的 娘娘是头一回生产 凡事必得仔细 若是这白布被人动过手脚 或是剪子不干净 那被子里万一夹杂着 一根针什么的 后果不堪想象 得小心再小心 这荣佩心细又有能干 的确不错 奴婢不敢承受夫人夸奖 娘娘 小厨房送了一些辣子年糕 您要尝尝吗 尝 正好饿了 奴婢去安排 娘娘 你真的不想吃点酸的 额娘 你都说了多少鞭子呀 好了好了 我不问不问了 这都八个月身孕了 吃什么也无所谓了 荣佩 来 娘娘安置吧 来了 刚才吃了这么多辣子 那时候的话 这是永平进贡的酸性 奴婢偷偷拿了些 好吃吗 不顾酸 咱多吃几口 奴婢拿了好些呢 请着娘娘吃 您是皇后娘娘 怀了皇子 还不能随便叫人吃的 那时候奴婢看着 真是辛苦 在这宫里边 只要一预夕 多少双眼睛都看着呢 本宫自然得像谁的 所以娘娘 连老夫人都瞒着 只有恶娘相信 本宫怀的是公主 旁人才能行啊 再说现在到底是公主 还是阿哥 咱们也不知道 若是个阿哥那自然好 若是个公主 现在已经这么穿着了 皇上也不会太失望 都明白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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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呀 列祖列宗在上 请保佑皇后 平安剩下一个嫡子 朕只想要一个出色的嫡子 快快快快 热水 热水 来了 来了 水呢 都说怀的是女儿 快点让公主落地呀 怎么还没消息呀 额娘 您别走来走去的了 晃哪儿的眼都晕了 三宝 三宝 奴才在 皇上呢 皇上来了没有 没有 生了那么久都没有生下来 再不成的话 要请皇上来拿个主意呀 皇上已经拆了好几拨人 过来看了 主 您都守了那么久了 谢谢吧 奴婢替您守 不成 我得守在姐姐身边呀 这都一天一夜了 怎么还没生下 皇帝在奉献殿也不出来 太后别着急 皇后娘娘是投胎 是省了吗 太后 皇后娘娘还没生下来呢 请您先到暖阁休息吧 高帝在家里 就让您 我也是 姐姐 我也只想在家里 要 tox наз那儿 等你 一定会不会赶紧 皇帝 爹 拜托 我也不送你 你不要找到你 你的 算她 孟娘娘 生了 是公主吗 是阿哥 是个阿哥皇上 谢列祖列宗保药 小阿哥刚才喝奶的时候可有劲了 拼了命地喝 以后一定健壮无比 是啊 方才太后还夸时二阿哥 看起来健壮呢 朕不枉姐姐生了一天一夜 这可是朕膝下的唯一嫡子 可须极业 如意啊 便叫永极可好 永极是个好名字 臣妾生永齐的时候 皇上说 稽齐欲赎也 永极跟永齐果然是一对好兄弟呢 如意啊 将永极留在身边养着吧 朕也好 常常来看她 多谢皇上 头一个月子最为要紧 好好养着 咱们再多生几个皇子 永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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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朕笑一个 永极 美极 生活 永极 永极 而 国十